歡迎收看五星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囉 這次中國大陸的限電危機 台股真的不可以置身室外了嗎 因為台股今天電子股 有一點點斷電 指數測了半年限 限電不只是會停到月底 有法人認為有可能會延長到10月份 但是今天似乎 這個陸股當中的限電族群 已經開始不跌了 台北股市的重災區PCB族群 在尾盤也拉出了下隱線 受害股不再弱 那麼受惠股又持續的走強 怎麼觀察這個現象呢 馬上歡迎今天來同學會的三位來賓 第一位歡迎分析師肖又銘 老蕭好 明君 各位同學好 第二位歡迎分析師蓮潛文 阿文塞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第三位歡迎分析師藍燈耀 藍老師好 所有的好朋友們大家下午好 中國的限電令有可能 不是直到9月30號會延長到10月份去 那台北股市今天表現也不是很理想 可是大家都想問 9月份的台北股市經久走得好崎嶇 那麼10月份遇到限電來亂的話 行情也不妙嗎 我們看一下現在有法人推演說 這個能耗雙控的三部曲 居然很有可能會加速升息的腳步 那麼被牽連的族群到底該怎麼防禦 可是在景氣的變換當中 有一些族群是不受影響 反而有非常好的機會 而且是大老闆點名的 他說這是渴望 與半導體產值並駕齊驅的產業 到底是什麼產業這麼厲害呢 蕭老師會告訴同學們 這個選股的新方向 這一次的大規模大陸的限電危機 好多大品牌的供應鏈 也都被波及到了 包含誰 最近還剛出新手機的蘋果 還有在衝刺電動車的特斯拉 可是昨天我們看特斯拉的股價 居然是大漲的 完全沒有受到這個晶片短缺的影響嗎 倒是未來造車成本可能會變貴 為什麼 因為這個大陸的限電關係 電動車的領主建議已經夠缺了 還要再漲價 那麼受惠股有哪些呢 而受惠股這一波拉回夠深了 現在這個題材來了 可以積極的介入嗎 請教阿文塞的最新看法 限電危機電子股稍微弱 但傳散族群幾乎都是受惠的 可是沒想到航運股卻是被排除 因為各省限電工廠就出不了貨 沒有辦法來工作嘛 就拖累運價回跌 現在傳出來說 上海跟美西的運價居然是大跌 三天跌掉了三個月的漲幅 可是你要認真看理性一點 來找這個蛛絲馬跡 本土投顧就出來打臉說 根本就沒有跌這麼多 而且還在漲 航運力多不漲 不知道哪來的利空卻跌 到底該怎麼辦呢 還說同學們可以先把資金放到 月底甚至有可能作帳到 下個月初的投信作帳股呢 難道要老師提醒大家的投信作帳股啊 我今天看了 的確股價都有拉回 可是看籌碼 投信根本就沒有跑 不用擔心續爆嗎 光環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七股市同學會 台北股市好不容易躲過了 恆大的倒債風暴 沒想到接連而來的是 大陸的限電危機 老蕭老師 我們過去講說了 台北股市可以迎接金酒銀石 金酒這行情似乎是有一點點 那銀石又碰到了這個限電危機來亂 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們看大盤今天是一度回測到了半年線 監視下跌的132點指數呢 是收在17181點 當然這個限電危機的受惠股 表現還是非常的俐落 那就是塑化族群啦 包含了台塑化 台塑南亞 表現都還不錯 那電子股今天都有斷電的危機 也被害到了 還記得昨天尾盤拉的 今天都送回去了 另外貨櫃三雄說 大陸工廠沒有電出不了貨 那沒有需求運價就下來了 所以今天就導致貨櫃三雄 股價有一點點受到牽連 蕭老師 我們先來看 我記得你講說 上個禮拜中秋節的時候 那天回來 因為受到恆大事件的危機影響 出了一根黑K棒 不過從周循環來看的話 已經連續三天的上漲 那今天這根黑K棒又出來了 但明天要結算了 那到底該怎麼看呢 整體上如果單純就K線走勢來看 首先大盤的部分我們預計 明天有機會重返17,235點 就是針對大盤指數 在整個這一次的一個衝擊事件裡面 那我們個人所瞭解到 第一個我們昨天提到 消息面的衝擊會有 可是實質影響 對所有台商 整體上來講影響不大 也就是說因為9月營收 可能影響大概在10到15個百分點 因為它是月底才發生的 然後大致上就是停止製造 大概是一個禮拜 問題是台商就把這個月的營收 趕債是因為10月長假 所以利用10月長假 那陸續做加班 所以整體上10月份會把9月份 這一週的營收全部補回來 所以整體上我們所理解到 實質的影響應該微乎其微 所以我們很快速針對整個大盤 因為明天是主要的一個關鍵 首先我們認為最壞最壞狀況 台股就是回到17087 到17087雖然對以今天來看是小跌 但是整體上那就代表說 整個多頭要來挑戰17633 那麼就比較難 但是能不能在明天過後 台股持續去挑戰前波近期的高點 17633點 整體上這是10月的第一週 然後這個是10月第二週 因為上個禮拜有扣掉 兩天的一個中休假期 所以第一週是跌的 第二週目前看起來 渴望維持一個正向多方 所以明天我們預計 重返17235應該不至於難度太高 面對這一次緊縮性強化版的 一個宏觀調控 我們的看法就在於 可以針對幾個大族群 跟各位做個分享 首先如何去選擇 縱使是個新聞面的衝擊 能不能我們去散開 避開 第一個可以有效避開的一個叫 電動車相關類股 第二個肯定報價會大漲的 這個叫說話 第三個有長約保證的 比方說 受短線的報價干擾 客戶的下單 1000都是一整年長期的 你當然不至於受到影響 應該把真正接下來10月份的主流 放在這一大區塊上面 我相信整體上 大家做評價會比較輕鬆 回過頭來我們看右側 各位請看 我們特別加上一個商品 這個商品叫做上陣 一樣 這叫18034 也就是說我們站在最壞的狀況 我們把台北股市的最高點 叫18034 從18034看到今天 好 底下這個叫加權指數 加權之上有兩個商品 不太合理對不對 以前我們只有對照費半而已 為什麼上陣會在加權之上 然後費半是最強 整體上其實你去看三個商品 連動比其實都相當高 包括上陣也是 今天上陣漲幅是0.69 大概是0.7 台北股市今天是跌0.7 所以我們預計的 明天應該可以全部都補漲回來 所以整體上 你把它攤開 我們也不要用猜測的 就把數字拿出來看 那麼以上陣為例 上陣一個多方非常強悍 守在3518跟3559 你往前看 1 2 3 4 5 連續五天的低點 不就守在3559嗎 3559怎麼來的 就是這個3727上陣的最高點 跟上陣這個最低點3395 不就3559 所以這次回檔 他不就守在3559 這就很強 所以整體上我們的看法 這個新聞面的衝擊 大概就1到2天 那過了之後 台股還會走他自己該走的路 老蕭老師從這個上陣 告訴大家來觀察 這個角度面向不錯 因為限電危機 當然受害最深的 一定是大陸本身的經濟跟產業 但今天露股居然都沒有跌了 而且值得留意的是 今天露股當中 跟限電相關的族群 也都沒有再跌了 代表說 如果老蕭老師所說的 這消息面是影響到心理因素 但基本面來說 應該是不至於有太大的衝擊 但是怎麼講呢 有東莞台商還是爆料說 9月底之前是停電停工沒有錯 那我們10月份可以加工趕回來 但就怕10月又繼續限電怎麼辦 因為東莞台商說 今年10月開始到12月 每10天要自選5天來限電 如果10月續限會比缺料還可怕 新一波的完美風暴來了 那這個對於中國的能耗雙控 這個合術董事長佟子賢說 中國政策存在不確定性 可能會變來變去也不一定 大家可以看低軌道衛星 將爆發式的成長 這個老蕭老師 今天有做個專題 等一下跟大家來好好講 統一投過的離方國是說 中國連續打擊資本市場 看不出葫蘆在幹嘛 因為他打擊資本市場 也會重傷到他自己 入股多看少做 但是台股速化有短多的機會 反而現在推演了 能耗雙控的三部曲 老蕭老師居然會加速升息嗎 我看到這次有點害怕 因為以前只要說 歐美加速升息的話 對股市就是不是很好 很好的這個訊息 但是才剛落幕的聯準會的會議 是有釋放比較鴿派的訊號 但是全球故事是沒有跌的 老蕭老師怎麼看這個現象 整體上如果講升息 其實不太可能 第一個 因為聯準會講2022年 就是說整體上最多最多 到2022年的下半年 有可能升息一次 這一次最多也就是一碼 好 我們回過頭來看 所謂的完美風暴 應該就不成立了 為什麼 所謂的完美風暴 就是市場根本沒有預期到 有這個事情會發生 所以才會產生一個叫完美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 對 那已經都知道了 就不可能會有完美風暴 當然有這個預期 不算是壞事了 那回過頭來我們的看法呢 整體上面對整個大陸的現況 我們認為這個緊縮 應該它還會持續一段 相當長的時間 所以會不會有各種利空在未來 還是會出籠 肯定會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避開到 就如同這一次 合作董事長所提到的 沒有錯 就是說針對接下來 不會受它衝擊的這些產業 其實你可以把重心 可以比較輕鬆放在這個區塊裡面 那這些產業裡面 該怎麼自己做好 保護自己的一些動作 所以一樣我們過去提到 你給任何一檔個股 你從三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舉例最簡單的 這都是衛星概念股 對 也不用平均線 也不用KD指標 你就找缺口 就是說股價往前找 碰到它最接近的缺口 舉例金保 金保離今天最近的缺口 這個點 股價只要在往前推到現在為止 價格在資上 那你就拿到一分 代表它就是股價 就是一個正向 再來 外資是在買方的 那你又站在一分 接下來呢 因為它融資屬於一個低檔 所以它得分就是兩分 那萬一融資成長呢 代表主升段來了 那個時候就拿到三分 對 三分的股票它在告訴你 我正在走主升段 那是會非常強悍的 再看第二檔 這檔很強 這一檔已經強到讓你絕對要關注它 我們為什麼這麼講 第一個 你去看台陽所公佈的一個財務報表 賠錢 是賠償的 對 可是怎麼會走得這麼樣的一個強悍 所以說跟你的預期出現很大的落差 那整體上就兩個嘛 一個是這一次 我們預計到10月18號 整個鴻海相寬集團股 不會讓大家太失望 那最標準第一檔一定是先看台陽 好 一樣 我們把這裡有一個缺口 就這裡有一個缺口 你把今天任何一天往前看 把那個缺口抓出來 這個缺口發生之後 股價是不是全部就停在這一條點 也不下去 動也不動 讓你怎麼報都不對 走了之後又回來買 反正它永遠停在來 然後就一個急掌上來 是 好 我們再往底下看 好 所以在型態拿到1分 外資站在買方又1分 那這裡融資還沒有出現 所以整體上融資 它融資還沒出現就已經這樣子了 對 如果融資出現 我們預計應該有更值得正向的一些 可是如果不敢追台陽怎麼辦 那我們可以看相關的這一次 所謂的中低軌道衛星 也就是說我簡單做個報告 好 第一個就是說市場預計 現在2021年 全世界整個地球 目前不到1萬顆衛星 不到1萬顆的軌道衛星 對 不到1萬顆 好 預計到25年 會拉升10倍 從1萬飆升到10萬 特別是光是特斯拉的部分 SpaceX就對了 它就要加4.2萬顆 所以這裡面相關的 類股收益的族群就很明顯 整體上不至於受到什麼限電的衝擊 所以我們來看 以公主為例 好 第一個 這裡一個缺口 所以拿1分 然後呢 外資 外資沒有 融資也沒有 所以正在醞釀中 一旦拿到第二分 我們認為股價應該有能力 展現很強悍的多方 好 再來看 這個股價就比較牛了 對 這非常牛 它超牛的 第一個其實起肌的業績 非常的好 好到一個不行 問題是股價的表現 你會覺得 它為什麼在這裡走不動 好 一樣 你往前看 這裡有個缺口 對 這個缺口你如果再往前看 這裡有個缺口 你剛好這兩個缺口畫出來 它是不是股價就在這裡 對 所以一旦它可以站上 這個缺口之上 它就拿到1分 OK 那我們往底下看 外資的部分因為還沒有進場 但是滿有意思的 融資跑進來了 融資這裡開始增加 你說這個融資增加有沒有用 絕對有用 以目前台北股市的現況來看 任何上市位公司 只要融資有增加的 我們認為應該要正向去做觀察 好 這個題材是遞軌道衛星 童子前 董事長都說 這樣的一個產業 未來的爆發力 產值是可以跟半導體 並駕齊驅的 另外想老師問一下 你剛才講到 我們現在強化性的宏觀調控 因應知道有三個方向 一個是世代交替電車 爆價上調塑化 再來就是長約保障的矽晶圓了 小老師幫大家整理了 10月份就是要看這幾個族群 矽晶圓族群今天也有訊息 要缺貨到明年去 而且約都走得非常的長 它也是一個比較防禦性的個股嗎 對 整體上就第一個 只要是矽晶圓相關的 不管是環球晶到核晶 整個所謂的訂單 1000都是長達一年 也就是說不只是2021的第四季 都直接看到2020年 第一個價格受到保障 並且整個合約時間積為長 像這種個股 如果說市場受到 整個消息面的衝擊 那股價出現回落 其實倒是像這種標的股 應該比較正向 不至於太過度的一個恐慌 好 今天的細菌原 相關類股表現沒有那麼強 但是我們的看法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 首先我們看合金的部分 合金出現跳空缺口之後 整體上到目前為止是一個多方 對 再來外資也是個多方 那麼一直只差一樣 就是融資沒有出現 好 如果融資來了 我們預計不排除 這一個主生段正式會展開 那麼在環球晶的部分 股價會覺得比較壓抑 其實它跟企業是一樣的 這裡有一個缺口 對 這裡有一個缺口 所以股價是進入這個箱形區間 形態沒有拿到分 我們看第二個 外資也尚未進場 最主要就是 融資倒是有微幅增加 這是屬於一個正向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 在加金的部分 加金的部分 第一個股價剛好停在這個缺口 所以如果它可以明後天 可以站上這個點 理論上它就會拿到第二分 好 再來外資沒有 融資有加一分 對 看哪的部分 融資加一分 形態加一分 這也拿到兩分 這也是非常強悍的標的 好 所以等於就是說 現在矽晶圓族群包含了 合金 環球金 加金跟漢磊 都還有進步的空間 但各資所要得到的條件不一樣 同學們就可以把它做個紀錄 好好的觀察一下 但老師 老師 我想問 你在這個得分三分的標準裡面 一直提到一個重點 那就是融資的部分 我覺得很多同學 可能跟我一樣的疑問說 不如說一檔個股 融資增加就是籌碼亂 不利於這個個股的表現 可是就像剛才台漾已經漲那麼多 你卻說融資沒跳進來 如果跳進來的話 股價會更噴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呢 整體上各位你就靜靜看一檔股票 我們講這次的五倍券概念股 我們昨天有提到這一檔股股 它八月單月營收就高達171億 其他的我們就暫時不談 簡介一下它有美聯社 對 那麼包括三商加購 接下來要掛盤上市 首先我們看型態 型態是標準是拿到1分 看底下外資是不是一路在買 拿第二分 再來這是融資 我們昨天沒有講融券 我們昨天就有融資 融資是不是開始增加拿1分 所以它拿到滿分 各位你請看融券的部分 突然也來了 對 融券在昨天保證 那你要看 如果沒有這個融資增加 不會有這個融券 為什麼 縱使股價漲 沒有融資就不會有融券 因為沒有資就沒有券 對 你就沒得空 所以整體上 為什麼一定要有融資 有融資才會走出主生端 所以接下來在未來 特別是在進入第四季 您在篩選各個部分 融資跟外資 這兩個是滿重要的觀察 好 老蕭老師 今天要針對現代大陸 一直出手來做宏觀調控 大家可以保命的護身符 包含第一個是世代交替的相關個股 報價上討的蘇華股 跟長約保障的細晶圓 怎麼關注這些個股後續的表現 有沒有轉牆的機會呢 老蕭老師的觀察標的 就提供同學們做一個參考啦 如果說你手中持股 有任何問題跟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的大頭娃娃 跟老蕭老師加個賴班的持股問題 跟她來請教一下囉 廣告回來我們繼續聊的是這個 大陸的限電危機 被點名到說 很多的國際品牌也難以幸免於難 像是蘋果跟特斯拉 他們的供應商都有遭到了限電的衝擊 可是我們昨天從美股來看 蘋果小碟 特斯拉居然是大漲 這怎麼一回事呢 特斯拉現在的出貨狀況到底怎麼樣 可是大家又擔心了 這限電危機衝擊到車用的零組件 也要來喊漲價了 成本提升了 對於這個品牌廠有沒有一點風險呢 那麼對於會漲價的零組件個股 有哪一些爆發力比較強 拉回夠深了嗎 可以做布局了嗎 廣告回來所第57570同學會 這一次的中國大陸限電風暴 到底要限到什麼時候去呢 可能不只是只到月底 有可能會到10月份去了 這是元大投顧 我們國內蠻權威的一個投資機構 出了報告 他說限電省份集中在江蘇省的昆山市 PCB車用受害塑化水泥會受賄 碳綜合目標已經很緊迫了 10月限電率很高 10月份是大陸的年國慶 特斯拉跟蘋果部分供應商 現在是停產的狀況 大陸有9個省現在能耗雙控大規模的限電 可是半導體的導線價廠商 長科跟介林也是受到了公告的影響 必須要停工 業者說暫時停工不會造成營運有重大的影響 但是導線價缺貨加上限電 還有港口塞港跟銅短缺的問題 導線價的交期又要再拉長了 長華就說了 10月1號開始長華市長科的母公司 要漲25%的幅度 好 這個是車用部分對於限電的影響下 他們是做出了漲價的決定 這怎麼觀察呢 講到車用講問一下阿文塞 這高盛昨天最新的報告 因為今天還是很缺的關係 阿文塞之前也做過專題跟大家講 就缺到爆了啦 高盛不得已要下調全球的汽車產量 明年從原本 這個限電PCB跟車用 車用的部分今天其實沒有受到什麼股價 太大的影響 PCB早上跌了之後尾盤都拉了起來了 這代表說是不是這個利空 已經開始慢慢在反應消化了 對 我想這個重點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今天所謂的聯帽 有拉7塊錢上來 然後藍電的部分的話有漲2塊錢 本來是黑的 後來漲2塊錢 另外像所謂的金像電 本來是跌滿多的 後來漲0.5元左右 所以大部分的很多的這些受害股 今天都留著很長的下影線 很長… 感情上連續兩天的一個下跌的話 有一點反應的一個情況 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這個車用的 一個零組件的部分 MGUR MOSFET 這個導線價是很傳統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再介紹導線價什麼東西 但是為什麼這個傳統的東西 既然能夠漲25% 因為重點是以前它用PGA來做 現在它用新的東西叫QFN 就新技術的改變 新技術的改變價格更好 所以原則上比較具備競爭力 所以雖然它傳統的東西 但它技術更新 技術更新的話反而用人更多 所以它價格的話有漲25% 好 另外這個汽車確實缺這個金邊的關係 所以調價 但是我們之前有講 在電動車的部分大陸 上半年是成長140幾個% 歐洲的部分今年上半年 也成長80幾個% 所以原則上 雖然傳統的燃油汽車是下調 但是在電動車的部分是成長非常快 所以為什麼高盛的話 仍然還是用買進來看特斯拉 通通你也許會認為它是汽車 但它現在推的電動車很多 所以其實它還是把它認為 是一個電動車的一個概念 所以如果是說 做電動車相關的概念股 是比較可以抵禦到 有關於全球 因為車用晶片缺貨 而導致產量下滑的問題 那奧本山你剛剛講的這個導線價 你說它是用了一個新的技術 傳統的一個材料 居然可以漲價25%的幅度 所以導線價這樣的題材 它的漲價幅度 也辦法蓋過短線限電的停工危機嗎 至少的話可能量會少一點 但是價格會上升 所以總統的一個所謂的營收 還是成長 重點為什麼講特斯拉 因為特斯拉這段時間 這五天的時間 你可以發現 就衝上去 就是說在美國的股市 最近高科技的股票表現都平平 但特斯拉股票讀數一指 表現得是非常好 因為它在8月它的出貨量的話 大概原則上 就是說9月的出貨量 一天的話是1600萬量 比8月份成長第六成 所以原則上它下 是有點火力全開的感覺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概今年75萬量以上沒問題 去年大概50萬量左右 剩到80 90萬量都有可能 還有一個故事是馬斯克 因為最近有一點漲 所以它比貝卓斯 亞馬龍的部分 資產多57億 都一點點反正不管多少 我就是第一名 最重要的話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最近外資在這兩天有一個報告 有關於電池的報告 你可以發現鋰電池今年成長54% 明年成長45% 所以這個鋰電池成長空間很大 鋰電池會成長這麼多車 是整個電動車 取代燃火車 這個比重非常多 而且最近的話 特斯拉又更新了 群自動駕駛系統 在轉彎安全距離煞車的部分 你要通過五項的檢測員 才可以用這個軟體 這就表示說 現在特斯拉的安全性的話 提高了 對於特斯拉要賣的話 可能它賣的銷量會多 因為以前常常聽到說 特斯拉撞車 特斯拉撞車 就是自家系統的問題 對 現在更新之後的話 那個事件就會比較低 那購買的意用會更強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對於電動車的概念 族群的話 應該比較有這個機會 那電動車的族群概念的話 阿文塞是看好哪一塊呢 因為阿文塞今天介紹這檔個股 就是做導線價 我們之前都是講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還有所謂的正義材料 正義材料就是康普 美其馬 然後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之前就是說漢黑 或是太極 或是所謂的家經 這種所謂的漲金的部分 那昨天我們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其實鴻康的部分的話 是比較有受惠 就是實質受惠 另外今天講是介領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導線價 導線價的話 這次的話剛才講是漲25% 導線價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金屬板 把IC電訊的信號傳到電路板上 它就是忠實的傳統 很傳統的東西 但是因為它現在是用先進的技術 這是放在電動車裡面對不對 傳統車也會有 用在IC封裝 現在在車用的部分 讓它會漲是因為車用 如果傳統IC封裝 它不一定會漲 是用在車用它才會大漲 因為它這個先進的東西的話 顆粒小40% 厚度小33% 所以為什麼會漲價這麼多 其他為什麼沒有漲 它漲得特別多 就是因為先進的技術 取代傳統技術 所以原則上價格的話 漲幅就稍微要高一點 但是線型高數你就說 它跌很多了 對 它從高點143 回落到了一百萬元 現在電感是不夠大 法輪操作的話 還不是很積極 所以原則上 雖然有漲價的力多 原則上還是整體型態 所以我們認為是一個區間操作 大概94塊到104塊 做區間操作 好 這個導線價的題材 已經有廠商喊出的低槍 10月份開始要漲價25%的幅度了 但導線價儘管像紀林這檔個股 它短線上的確有回落 不過阿文塞認為前方的壓力 還是很大 量還沒出來 所以如果說 最近有看到導線價的力多消息的話 可能用區間操作的方式 是比較安全的 另外一個我想問一下阿文塞 我們今天講到這個疫情的部分 昨天包含了Moderna 跟輝瑞的CEO都說 在疫苗一直陸續的施打之下 很快一年的時間 全球人就可以恢復 像過去的生活 包含了今天航空股表現 都還是不錯的 但疫苗股的部分 其實台灣的社會 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但最近有幾檔個股 跟這個防疫跟生技有相關的個股 我就想請教阿文塞 一個是昇華科 它是說它有這個疫苗的新藥 值得大家來留意之外 最近股價是有所表現 另外一檔就是這個中育的部分 前陣子的這個討論度也很高 股價創下半年的新高了 阿文塞它也是跟肺炎相關的題材嗎 還是說它其實更有 有更有爆發力的故事 大家可以來留意 好 我們先看6492的昇華科 6492的昇華科的話 你可以發現這兩天它的二級通過 所以它的股價的話 6492 就連續兩天的話 就有做一個拉伸的一個動作 好 再等一下 6492 等一下 好 就是連續有兩天的話 做一個上漲動作 我們現在先來解釋一下 就是說疫苗是預防 就是說你還沒有得病 預防它可能 但是如果你得病怎麼辦 所以現在用一種叫瑞德西韋 但瑞德西韋對輕症跟重度沒有效 它對重症有效 但重症的話你五天去治療 出院的機會18% 五天18% 如果你治療十天的話 你出院的機會是51% 但是你兩個療程 你要花多少 花這個所謂16萬 就是第一期8萬 第二期8萬 但是你五天18% 十天51% 所以其實它效果不是那麼好 所以它沒有拿到藥症 大家就會期望 就下一科藥症什麼時候會出來 昇華科它本來這顆藥 是用在皮膚癌 或者是用在膽管癌 就是說膽的部分的管癌的藥 反正用在新冠病毒的話 好像很有成效 所以目前是第二期 如果第三期能夠有效的話 我們市場就非常大 原來是有這個空間 但是問題三級更困難 三級更困難 所以今天另外一檔的話 是中域的話 最近股價也表現滿強的 我們先看4.1 4.7 中域的一個股價的部分 最近的話漲停 漲停 漲停 黏到上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主要是艾滋病的藥 艾滋病 艾滋病的藥 因為它以前是這樣 它以前是靜脈注射 靜脈注射你要找護士 找靜脈 靜脈在哪裡 找到血管才打進去 但是你等一下 我們看治卡的部分 它打要15分鐘 那很久 它打進 現在它用的是直接注入 30秒就可以 所以這個TMB355的話 這個如果用直接注入的話 已經第三期了 最難的第三期已經有達到目標了 所以它的市場就放大了 因為以前要花15分鐘 現在30秒 它就放大了 但是現在重點來了 為什麼它股價連搭三根的話 就是說除了這個以外的話 它有第二代出來 第二代的意思是這樣 第二代你看 就是這個藥對不對 靜脈推出 我的藥效 有14天的藥效 對 我如果在之前 用這個355 對 靜脈注射 我是800毫克 但是我只要現在新的400毫克 就可以維持到14天 維持14天 懂了 所以我只要一半的劑量 我就可以維持14天 如果假設我住800 我可以維持28天 跟之前住要2000一樣 你要2000 那這樣是不是等於說 病患的負擔也變得比較小 因為費用的關係 如果假設它第二代成功了 本來你是每兩個禮拜 要去打針 打愛車病這個針 你可能變成兩個月後再來打 你就不需要很頻繁到醫院去 或是頻繁打 你從兩個月可以延到 二到三個月 所以這個如果成功的話 對它市場很大 因為現在這個綜藝 它主要是因為是第四線用藥 人家是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輪到你的時候 雖然市場有森巴一米基 但是你是第四線 所以你變成拿到的資源就很少 但是如果你第二代 你的效果這麼好的時候 你有可能會變成怎樣 變成第一代 第一線的用藥 你市場就大了 所以它股價為什麼要漲 所以未來看它的一個毛利率的話 為什麼往上拉升 就是因為全力軍收入的關係 阿文在想問一下 它股價的表現 整陣子噴了這麼多根之後 這兩天做拉回 可是如果說 如你所講的 現在這第三期的臨床失業 已經有一個比較好的結果的話 它是不是可以長線來觀察 對 那原則上 看這個3.5是一個月後解盲 一個月後要解盲了 就看它解盲成功的話 它可能還有另外一個波長式 但是解盲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那原則上就要看70塊 70塊如果沒有破之前的話 可能可以熬看看 有沒有解盲成功的機會 好 這個是終於的部分 我們現在告訴大家 就盤面上的比較熱的題材 所做的追蹤 那我們持續看一下 我們在這幾天 跟大家提醒的幾檔個股 這兩天的變化怎麼樣 後續有什麼樣新的觀察的方向 我們就說 發生了這個問題之後的話 限電 那百分之百無人關燈工廠 雖然阿文說說 沒有人 但是問題他還是在工作 所以原則上 它的倉庫設備是鼓勵包的 而且最近它接到 ABF載板整場自動化訂單 所以利多消息是比較多 那原則上操作還是在 40到16塊做一個區間操作 那另外一檔是ABF的部分 我們說突破700塊就往上衝了 所以突破700塊之後的話 現在已經供到808了 所以說區間從600 上升到800到900 那最近外資的話本來900多張 昨天外資買了1000多張 變成這邊的話 就所謂的外資的部分的話 增加了1000多張 到我們就增加 所以原則上的話 我們認為就是說 最近又有智慧手錶的一個訂單 那過去我們講說 一直整輪新的工廠的題材 所以這類型股票的話 繼續跟各位做一個追蹤的動作 如果說有的人就續報 暫時還是可以用 比較偏多的方向來觀察對不對 好 以上是阿文塞藥 今天針對的包含整體限電危機 對車用類股所做的一些 比較正面的影響之外 也跟大家解讀了 盤面上很熱的棕魚 它到底在長什麼呢 如果說對生機股有興趣的人 也許可以來做好好的追蹤跟調查了 如果說你對手中持股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的大頭娃娃 跟阿文塞加個賴般的持股問題 跟她來請教跟討論囉 管我回來我們要聊一下 這個限電危機對傳產股來說 幾乎都是利多 元大報告講 塑化有漲價題材 水泥有漲價題材 可是為什麼航運卻被拖累呢 有人講大陸的這工廠限電 沒有辦法出貨的話 對於這個運價的需求 可能會下滑 所以運價有下跌的危機 貨櫃三雄 利多不漲利空卻跌了 到底該怎麼辦 現在全球似乎面臨到一種 什麼都缺的危機 怎麼講呢 我們先看美國 美國之前說在搶衛生紙之外 要去肯德基吃 居然沒有辦法吃到炸雞 因為缺雞肉 英國是缺司機 卡車沒有人要開 大陸現在缺的是什麼 是電很重要 這缺電危機也衝擊到了 台北的很多的供應鏈了 又是現產惹的貨 就連貨櫃股也被受到牽連了嗎 怎麼會這樣子呢 上海美西線傳出運價大跌 三天跌了三個月的跌幅 因為各省限電工廠出不了貨 就拖累運價回跌了 市場認為運價 可能到底陸港航運股都慘跌 包含中原海控跌14% 海峰國際跌14.37% 但是今天有本土投顧說了 有媒體報導 從寧波港上海港到美西的運費 價格三天跌了三個月的跌幅 但是本土反而在今天的最新出的報告說 預計目前唯一一個每天報價的 FBX貨櫃運價指數來看的話 完全不是符合事實的 目前運價明明就還在高檔 是否是有心人是特意要來打壓 我們的航運股呢 老師 是 其實坦白講 你們來看這個新聞 真的是還滿荒謬的 坦白講 你看在堆 它有限電的狀況 但問題是它在限電的狀況 也不過才幾天而已 目前是第二天 對 才幾天而已 他們就說他們出不了貨 然後就是因為出不了貨 所以這個船就不需要了 這個理由在我們航海的水手們 聽起來真的是非常的瞎 不用水手聽啦 一般人就覺得難啊 怎麼可能才停個 對 兩到三天的店而已 就沒有貨可以載 但是航海的股票就稍微比較 在前一陣子有利多 可是它不漲 但是在今天有這個利空的新聞 出來之後 還真的有一個跳空缺口出來了 不管是長榮或者是陽明 其實它真的都不是太好看 都有一個跳空缺口 但問題是這個跳空缺口 需要去擔憂嗎 在這個地方 即便長榮跟陽明 有一個向下的跳空缺口 是不是它就會把這個區間給跌破 其實我覺得不太會 不太會的原因是在於你們來看 在這個地方 這邊也有一個向上的跳空缺口 但是沒有多久就被補掉 這邊也有一個向下的跳空缺口 沒有多久也被補掉 那今天再有一個跳空缺口 我認為其實整體 不管是陽明或者是長榮 它們依舊是一個區間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只要這個區間的下雨 沒有被跌破之前都不用太擔憂 那當然我們在上個禮拜到了 大概在到了昨天的時候 我們當然都希望說 長榮它是不是有可能會 向上去漲對不對 但是很可惜的 因為今天的這個新聞出來 它稍微這個有一個 對 稍微被干擾到 但是我覺得未來它整理完 依舊是有可能會向上的 那向上的可能性的原因在哪裡 對 哪裡 看哪 第一個 它的量能 其實它在 對 它整理到這個地方 即便有這麼大的 對於別人過來講的話 是一個比較大的利空的話 你看其實它今年量 它也沒有跑出來 然後到了上個禮拜的時候 其實上個禮拜除了我們的這個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其實在上個禮拜有一個這個 對 它一樣有一個非常大的新聞 很大 對 對 但是你看 我們的內資 在上個禮拜三的時候是買的 禮拜四 禮拜五它都是買 到了昨天禮拜一的時候 它依然在買 它是買的 它依然是在買 也就是這個新聞 對他們過來講的話 根本就是不成立的一個新聞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從籌碼面 從量能來看 從這個整體架構過來看的話 其實這商談個果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狀況 所以藍老師 今天是用比較理性的方式 告訴大家 因為畢竟也才停工兩天的時間 怎麼可能會運價三天就跌了 三個月的跌幅 那有本土法人是拿這個 最新的運價指數的報告 來打臉這個媒體的說法 但藍老師我想問一下 這個能耗雙控的確這幾天 在牌面上面造成了蠻大的漣漪 包含了PCB大廠是首當其衝 初估影響9月營收10%到15%不等 可是我們昨天講了 受惠的族群有哪些呢 包含了造紙 塑化 水泥等 高效能的產業才能影響到 可是報價是一漲難跌 我們講到紙類我們來看一檔個股 今天這個1905的滑指 今天紙類股幾乎都有拉回 但它是獨強的 它是因為報價的關係 還是說它是有碳權的因素呢 其實這檔個股在這個類股裡面 是最強的一檔個股 其實它的新聞當然是最多了 但是坦白講 就紙類股的這個部分 來看的話我們在過往的時候 也有跟我們所有的朋友們有聊過 其實如果是因為碳中和 碳權相關的問題的話 其實我們會覺得 塑化的股票會比紙的類股 要來得更好一點 現在是比較看得到實質的報價上漲 跟營收的利多對不對 因為你說碳權的計算跟回收 似乎沒有辦法立竿見影 要等一下下的時間對不對 對 沒有錯 那我們在昨天的節目 也有跟我們所有的朋友們 有提到過 其實在800張的持股的部分 其實在紙類股的部分 其實是比較靈端一點 它平時真的沒有買得太多 所以在紙的這個部分 我們覺得它往上的續航力道 Maybe沒有那麼樣的強 那老師還是看好 塑化族群的表現嗎 對 塑化股它可以吃得比較重 好 來 我們來第一個看它的 除了我們在 對 在這個昨天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就講過 其實塑化不管是台塑或是南亞 其實吃股超過800張 它真的都買得比較多 它也買得比較穩 對 所以這個類股 其實它的這個籌碼面 是比較漂亮的 那從基本面 從財報的部分來看的話 我們的這個1301的台塑 其實大概去年賺了3.15塊錢 今年的上半年就賺了5.5塊錢 其實它真的在上半年的時候 就賺得比去年要多了 並且還多蠻多的 那在上面的這個 從形態來看的話 其實在這個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它也突破了這個平台區 所以它是一個多頭 在上工的一個架構 那從它的這個內容物過來看的話 從毛利率的部分來看 其實去年的第三季 它的也不夠才13.9% 你看到了今年 三成了 對 其實它成長的幅度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漂亮 也就是說這一檔的個股 其實在不管是從內容物 從形態 從各個層面來看的話 它就是一個在發動的股票 並且一檔個股的基本面 法人一定會先知道 你看在它還沒有真正上漲的時候 別人就已經陸陸續續在買了 所以從各個角度過來看 其實它既然就已經是發動 我們就不要給它 覺得說它漲到這邊 就不會再漲了 未來只要13日線不破 應該都還是有機會的 南亞部分一樣偏多 對 一樣是還滿漂亮的 一樣你看在去年的時候 它是賺了3.2塊錢 今年上半年的時候 一樣是賺得比去年要來得更多 代表它真的非常的會賺錢 然後這一檔個股它滿可愛的 來看它上面在橫盤整理的時候 有看到嗎 我們的法人 其實就偷偷偷偷在買 它買的沒有那麼樣多 但它就是知道它的未來會滿不錯 它也真的賺了非常多的錢 一直到了在前兩個禮拜的時候 突然之間買超就變大了 那這一檔個股也因為他們的 買得比較大 就慢慢的有發動的現象 那一樣 既然它動了 它要是上攻 變成一個正在攻擊的多頭 那一樣就是未來13日線 只要不破就還是有機會 好 台素跟南亞 之前的藍老師有說 用13日線來觀察 如果說還是在13日線之上的話 都是一個多頭的形態 這個是台素集團 但我想問一下 是台劇集團 昨天雅劇外資是調節蠻多 可是我看到頭信還是在買超 另外一檔是台劇 雅劇衝出去了 台劇有辦法跟上戰前高嗎 今天台劇有個最新的消息 是說 在中國太陽能廠全年裝機量 還是遠低於目標之下 EVA需求大爆發 而且中國祭出了限電政策 多加中國EVA廠的供給 就更加嚴峻了 台廠形影轉單潮 點名的是台劇 台劇總經理也自己證實了 的確客戶的上門詢問度大增 提貨需求有明顯的增加 老師這兩檔個股怎麼看呢 好的 其實這兩檔個股的 基本面就稍微比較不太一樣了 我們先看一下1308的雅劇 其實它去年大概是賺1.9塊錢 今年的上半年 其實也是賺得比去年要來得更多了 從毛利率的部分過來看的話 也感覺成長性也不是那麼樣的強 其實它成長的幅度 可能就稍微差了一點點 你剛剛去年賺了2.25塊錢 可是它今年的上半年 是賺了2.38塊錢 一樣是賺得比去年要來得更多 但是它成長的幅度 就沒有那麼樣的大 從毛利率的部分過來看的話 比較差一點點 也感覺成長性也不是那麼樣的強 所以它其實它整個基本面 沒有什麼太大的轉變 但是因為就這個 報價漲的關係 因為在近期的新聞面的關係 它稍微有漲了起來 但是你們去從籌碼面 跟基本面過來看的話 其實雅劇會比台劇要來得更漂亮一點 雅劇會比台劇的籌碼跟型態 更加的突出就對了 好 以上藍老師今天針對傳產個股 包含了這個航運股 造紙跟素化族群所做的觀察 那老師我想問 現在這個限電危機雖然說 傳產股是對於素化水泥是有利的 但航運股似乎短線上面受到干擾 還要說投資人還是可以把這個資金 放在這個投信的作帳標的 我們這幾天一直幫大家追蹤 有關投信的作帳族群 老師你點名的幾檔個股 我今天看了包含了6411的金顏 跟6457的紅康 這兩檔個股今天其實股價都有拉回 但是看籌碼來看的話 投信並沒有轉賣 那代表說現在還是可以 跟著投信作帳的腳步 看這兩檔個股嗎 其實坦白講就真的是這個樣子 這檔個股我們從相對低檔的時候 就跟我們所有的朋友們有講 那這檔個股它也很順利的 就慢慢陸續地創高 那漲了這麼多 在今天稍微有一點點的回檔 那這個回是就會因此而崩落嗎 其實我覺得不太會 因為今天大盤是大跌的 所以當大盤是大跌的情況下 一檔個股它稍微有下跌 並且它漲了那麼多才下跌 其實都很正常都很健康 那第一個你看 它13日線沒有破 第二個你還看它的量能 它沒有爆大量 反而它今天的量能 它還變得比較少 而且我們的法人在這個地方 它也沒有轉賣 所以我覺得這檔個股 它今天只不過是在 漲落之後的整理而已 不用擔心 好 那6457的紅湯嗎 那這檔個股一樣在這個 從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 其實漲得非常非常的強 今天也創高 一直到今天都還在創新高 那只要創新高的股票 就叫做多頭 那多頭在這個稍微被大盤 給拖累下來的情況下 其實一樣 13日線沒有破 其實整個多方的架構 沒有任何的改變 然後量能一樣來看量能 量能今天也沒有爆大量 那既然沒有爆大量的話 就代表說其實在這個地方 還沒有人真的在跑 那包括法人在這個地方 它也沒有轉賣 所以那我覺得 從這幾個點過來看的話 這檔個股它也沒有 什麼任何的狀況 好 這檔個股是金言跟宏康 藍老師最新的觀察 那漢磊跟陽明光這檔個股 我想花點時間問一下 老師 這已經從第一檔轉上來 漲上來已經飆那麼多了 這個頭信 最近沒在買 可是也沒跑 怎麼看呢 其實這檔個股 它漲得真的不太多 我們從這個地方過來看 來350 好 3504 陽明光 你把時間給拉得比較長一點 你就會看到說 當這個大盤都在創新高 當非常多的個股也都在表 我們再把時間再拉得更長一點 你就會看到說 其實它整理的時間 非常非常地久 真的都沒有什麼漲到 坦白講 它漲到的時間真的不多 那從基本面過來看 其實它去年狀況不是太好 它今年其實就快要可以賺起來 那在集團線上面 其實在這個地方 它的平台區剛好就打到這邊來 衝上去回來碰到這個平台區之後 它在漲 其實才剛開始而已 它只是在整理完會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亮眼過來看 其實也沒有失控 最重要的是 把人在前一陣子